4月6号由著名导演胡明凯指导 吴忧 任言凯 高广泽 肖艳 汤晶晶 胡哲等实力派演员 连妹出演的《飘香剑雨》在胡州举办了媒体谈班发布会 该剧是根据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《飘香剑雨》改编而来 发布会上亮相的主创演员也基本都是年轻演员 谈及剧中的纠结感情戏 男女主角任言凯 吴忧有话要说 我们两个在里面感到一片其实就是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然后详细的话差点说 我们两个之间在这个感情线里也处于三角片 也喜欢她 但是后来她也不太喜欢她 但是两个人到最后有六三十五个角度 但是一直都可以重新演员 据悉《飘香剑雨》很快就会结束在胡州影视城的拍摄 进入到紧张的后期 相信年内就可以与观众见面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